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美国》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留学生的公共演讲与表达能力培养 二,美国留学的学生创作与艺术参与 三,留学生的数据分析与研究方法学习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留学生的公共演讲与表达能力培养 在探讨留学生如何培养公共演讲与表达能力的旅程中 我们不妨将这一过程想象成一场跨越文化与语言的冒险旅行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踏上了前往未知领域的旅程 目的地是名为流畅表达的神秘国度 这不仅是一场对外语掌握的考验 更是一次对自我勇气和创造力的挑战 首先,我们的探险家们必须穿越语言森林 在这里,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语法术和词汇藤蔓 有时还会被地道表达的迷雾所困 但别担心,带上你的语言指南 也就是词典和语法术 勇敢地挥砍障碍 你就能找到通往流畅表达之路的秘密小径 接下来,留学生们将面临文化差异沙漠的考验 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中 了解目的地国家的文化习俗和表达方式 就像是拥有了指南针河水源 记住,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交流方式 可能与你习惯的截然不同 比如,在一些文化中 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被视为优点 而在另一些文化中 则可能被认为是粗鲁的 因此,学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调整你的表达方式 就像是在沙漠中找到了避风的绿洲 当然,我们的探险家们 还需要通过公众演讲峡谷 在这里,即便是最勇敢的探险家 也可能因为紧张而脚步蹒跚 但记住,每一次演讲 都是一次宝贵的练习机会 试着将每一次公开演讲 看作是一次与听众建立联系的机会 而不仅仅是展示自己的时刻 想象自己是一个故事讲述者 而听众是来自远方的旅人 渴望听到你的故事 这样,你就能更自然地与他们交流 逐渐克服演讲时的紧张感 在这场冒险旅行中 最重要的是保持好奇心和开放心态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 记住,即使是最伟大的演讲家 也曾是初学者 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是因为他们不断地练习 勇于面对挑战 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学习和成长 最后,当我们的留学生探险家们 终于到达流畅表达的国度时 他们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语言和文化的旅行 更是一次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 也学会了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视角 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公民 所以,亲爱的留学生们 让我们带着勇气和好奇心 开始这场精彩的冒险吧 在这个旅程中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 记住,你不是孤单一人在旅行 我们都是这场冒险旅程中的同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学生创作与艺术参与 在探讨美国留学生的创作与艺术参与之旅时 我们不妨将这个过程 想象成一场跨越大西洋的冒险 其中充满了文化碰撞 创意激荡 以及偶尔的文化迷失 这是一场既充满挑战 又极具乐趣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首先,我们得承认 美国的艺术与创作环境 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园 有着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 从纽约的百老汇到洛杉矶的好莱坞 从芝加哥的即兴喜剧 到就金山的现代艺术 留学生踏入这个游乐园 就像是拿到了一张无限通行证 可以尽情探索和体验 然而,这场冒险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想象一下,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留学生 带着对美国文化的好奇 和对艺术的热爱 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一个即兴喜剧工作坊 结果,当他第一次上台尝试时 却发现自己的笑点和观众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就像是买了一张过山车的票 却意外地坐上了旋转木马 虽然仍然有趣 但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过,正是这些不对劲的体验 成为了留学生艺术创作旅程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开始学会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 如何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比如,将中国的书法艺术融入西方的抽象化中 或者在电影制作中加入东方哲学的元素 这些跨文化的创作 不仅为美国的艺术世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也让留学生们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声音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乏一些轻松有趣的时刻 比如,有留学生在参加校园音乐剧的试镜时 因为不太熟悉美国的流行文化 竟然选择了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进行表演 虽然最后没有被选中 但它的独特表演却让所有人印象深刻 甚至还在校园里小有名气 总之,美国留学的学生在创作与艺术参与的道路上 既会遇到挑战,也会收获惊喜 这是一场充满创意与探索的旅程 每一次尝试都是对自我认知的深化 每一次跨文化的交流都是对艺术理解的拓展 在这个过程中 留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用艺术表达自己 更重要的是 他们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共鸣 用艺术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数据分析与研究方法学习 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 留学生们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与奇遇的学术之旅 特别是在数据分析与研究方法的学习上 这个旅程充满了惊喜 困惑 偶尔的绝望 但最终是成长和自我发现的过程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旅程的几个有趣的里程碑 第一站 数据分析的文化冲击 留学生们首先遇到的是数据分析的文化冲击 习惯了传统学习方法的他们 突然间要与一堆看似冷酷无情的数据打交道 这就像是从一个温暖的家乡 来到了一个充满数字和公式的异国他乡 一开始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在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 但很快就会发现 这些数据和公式 其实是通往知识新大陆的神秘钥匙 第二站 研究方法的语言障碍 接下来 留学生们会遇到研究方法学习中的语言障碍 不同于日常交流的语言 研究方法的语言 充满了专业术语和逻辑推理 这就好比是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 但这种语言的字母是假设 变量和理论 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说着外星语的智能机器人对话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外星语逐渐变得熟悉 甚至能够用它来编织自己的研究故事 第三站 数据分析软件的技术挑战 然后是数据分析软件的技术挑战 留学生们需要学会如何使用各种数据分析工具 比如SPSS R或Python 这就像是突然间被要求成为一名电脑黑客 只不过他们黑的不是银行系统 而是复杂的数据集 刚开始时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玩一个超级复杂的电子游戏 但游戏的规则似乎总是在变 不过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些工具最终会成为他们手中强大的武器 第四站 研究成果的文化交流 最后 当留学生们开始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时 他们会经历一次文化交流 他们的研究 不仅仅是数字和结论的堆砌 更是他们个人背景 文化视角和学术旅程的融合 这就像是在一个国际会议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用数据和研究方法作为共同语言 分享各自独特的故事和发现 在这个旅程中 留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与数据对话 更重要的是 他们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视角和声音讲述故事 将个人经历与全球知识相连 这是一场充满挑战 但又极富成就感的旅程 每一个留学生都是这场旅程中的英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学生 政治参与与公民教育 在探讨美国留学生的 政治参与与公民教育时 我们不妨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将这一过程 想象为一场精彩绝伦的美剧 留学生的政治奇遇季 第一季 出道乍道文化冲击片 主角 一个充满好奇和梦想的留学生 刚踏上美国的土地 就被一种名为自由表达的文化氛围所包围 他发现在这里 人们对政治的讨论 就像是日常生活的调味料 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他惊讶地发现 连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教授 上课时也会毫不保留地 表达对政治的看法 第二季 觉醒 参与的勇气片 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们的主角开始 从一个旁观者 逐渐转变为参与者 他开始尝试参加校园内的各种讨论会 辩论赛 甚至是示威游行 每一次的参与 都像是在他的心中 投下一颗思考的种子 让他开始思考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公民的责任 这一季的高潮 是他第一次在一个公开场合 发表自己的看法 虽然声音有些颤抖 但这却是他成长的重要一步 第三季 冲突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片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尝试 都能如愿以偿 我们的主角 在参与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挑战和冲突 有时 他发现自己的观点 难以被理解接受 有时则是对方的观点 让他难以认同 这一季 我们的主角经历了 一系列的挫折和反思 开始学会如何在坚持己见 与尊重他人之间 找到平衡 第四季 成长 公民身份的塑造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主角逐渐明白 政治参与 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更是一种学习 交流和成长的过程 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 社区服务和志愿活动中 用实际行动 去影响和改变社会 这一季的结局 是他作为一个成熟的公民 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篇 幕后花絮 文化差异的趋势极紧 在这个特别篇中 我们将带领观众 一起回顾主角留学生涯中那些 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有据故事 比如 第一次尝试 在美国的选举日 穿着国旗图案的衣服去上课 结果 被同学误以为是在进行 某种特殊的政治宣传 或是在一次辩论赛中 因为误解了对方的幽默表达方式 而显现引发国际危机 留学生的政治奇遇记 以轻松幽默的方式 展现了留学生 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和公民教育过程中的成长与变化 通过这部美剧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 留学生如何在一国他乡 学会表达 参与和贡献 更能够体会到 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国际视野 与跨文化交流项目 在探讨留学生的国际视野 与跨文化交流项目时 我不禁想起了一则古老的预言 说的是一只生活在井底的青蛙 它自以为见过了世界的一切 直到有一天 一只海鸥飞过 告诉它 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广阔 这故事虽然简单 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留学生而言 意义非凡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留学生的国际视野 想象一下 一个从小生活在小镇的学生 突然之间跑到了另一个国家 开始了留学生活 这种经历 无疑是从井底 直接跳到了海里 一开始 它们可能会因为语言不通 文化差异 而感到手足无措 就像那只青蛙 初次见到海鸥时的震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开始适应新环境 学习新语言 了解新文化 它们的视野不知不觉中 就被大大拓宽了 再来说说 跨文化交流项目 这些项目 就像是搭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能够相互交流 学习 有趣的是 这种交流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顺畅 比如 当一个喜欢直来直去的美国学生 遇到了一个习惯 含蓄表达的日本学生时 两人的对话 可能会变成一场喜剧 美国学生可能会直接问 你觉得我的演讲怎么样 而日本学生可能会回答 嗯 你很有自信呢 这时 美国学生可能会误以为 这是一种赞扬 殊不知在日本文化中 这可能是一种委婉的批评 但正是这些误解和冲突 让留学生们开始意识到 不同的文化 有着不同的沟通方式和价值观 他们开始学习 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有效沟通 如何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这个过程 虽然充满了挑战 但也是非常有趣和充实的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留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经历 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它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过程 更是一次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留学生们不仅学会了 如何与不同文化的人交流 更重要的是 他们学会了 如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 包容和有同理心的世界公民 所以 亲爱的留学生们 当你们在留学的路上 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不要气馁 记住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的交流都是拓宽视野的机会 就像那只最终离开井底 去探索广阔海洋的青蛙一样 你们也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拥有一个无比广阔的国际视野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冒险旅程 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探讨 留学生的公共演讲 与表达能力培养 学生创作与艺术参与 数据分析与研究方法学习 政治参与与公民教育 以及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项目等话题吧 记得留言和讨论哦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